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晶晶 我给你们带了特别好吃的海鲜 庆祝你们顺利进行 大安呢 怎么了 你们两个该不会闹别扭了吧 难怪 我刚才还想说 为什么打电话他都不接 什么状况 不会输了吧 师傅会觉得事情被所有会知道了 比赛暂时终止 你说什么 这件事我越想越奇怪 照理来说 要是当场是直接宣布 失去比赛资格 我应该会知道才对 可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收到组委会的消息 大安他怎么样了 应该受了很大的打击 一直待在画房里 是一定的 是一定的 他从小 就被以为位决天才 小小年纪 就被外界 认定为主义神童 他一直因以为傲 失去位决 对他来说简直跟暴击一样 位决对他来说 你也知道的 就像双手 对主刀一身一样 那三年前 他失去位决的时候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靠着歉疚 他一直认为 安伯父和安伯母的死 与他有关 所以 就隐瞒失去位决的事情 为的就是 要继续待在美食圈 一直 到把安家实位 最后完整的备方找到 让安家实位 可以完整地成现在世人面前 不想让安伯父和安伯母的心血 断送在他手里 这么说来 谁就会觉得这个秘密 是他和安家十二位之间 最后的一根稻草 可现在这根稻草 被压倒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这次恐怕得靠他自己复原了 我现在比较想不透的是 要是真的是Alex搞的鬼 他恨不得 现在就让全世界知道才对 可却没有 到底是谁在封锁消息 又是为了什么 这想起来 真的很令人不安